据昆明铁路局昆明站相关负责人二号下午介绍 目前的整个车站除了站前东广场零石后车区仍有警截线以外 其余的客运的场所设施岗位已经正式的正常运转 乘客乘降顺畅 购取票的旅客排队不长 列车揭发有序 二号下午车站售票大厅所有窗口都已经开放售票 排队买票的人井然有序 在有自动售卖机的二号售票大厅 有人站在一起聊天 一号晚上 昆明站站前广场发生了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昆明站相关的负责人表示 该事件除了影响三号抵昆的列车的三千余名乘客 出站列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一号21点30分至23点50分 从昆明共发出九趟列车 一号共发送乘客59,000人次 二号6万人次左右 昆明铁路局要求局署各单位进一步加强 沿线沾防范工作 目前昆明站全体干部分为四个组 在人流密集地 行车指挥室等现场维持秩序 组织职工加班 加强广播引导宣传 启动全部自动售取设备 增开了临时售标窗口 并适时调整窗口功能 尽量减少旅客排队时间 严格安检 做到人物百分之百首检过击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